21年最烧钱的15部电影全球票房排名桃 进被窝就能看21年你错过了哪一部 一定有你喜欢的 没有的话我轻一下 建议收藏 不然容易刷丢了 第一名不接受反驳 第15名 特种部队 蛇岩启人 9000万美刀制作费用 只换回全球票房4000万美刀 好莱坞年度雅旦 四个大字血管无归 第14名 真人快打 毁灭 制片成本约4000万美刀 全球票房7300万美刀 就特效而言也值得一看 第13名 明日之战 制片成本约2亿美刀 票房虽然凉了 但我对这部电影印象深刻 因为看到最后已经失了眼望 剧情很感人的一部科幻题材大作 第12名 新版超能赶死队 制片成本7500万美刀 全球票房1.77亿美刀 就冲着以人保罗的加入也要看这部影片 第11名 同龄骑航 制片成本2亿美刀 全球票房2.2亿美刀 巨石强森带队奇幻森林探险 第10名 芬奇 虽然预算有限 但成片可见效果非常好 逗逗评分8.4 全球票房2.24亿美刀 第9名 失控玩家 制片成本1.3亿美刀 全球票房3.23亿美刀 如果NPC有了自己的思维和感情会发生什么 第8名 黑寡妇 制片成本2亿美刀 全球票房3.79亿美刀 有多少人跪倒在寡解的16群下 第7名 永恒族 制片成本2亿美刀 全球票房4.01亿美刀 第6名 上汽与石环传奇 制片成本1.5亿美刀 全球票房4.32亿美刀 内地口碑两季划分差评略多 可是挡不住海外人买单 不过特效值得一看